大家好,我是妙妙老师 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 如何固本培圆补足精气神 其实提到了精气神这三个字 大家都知道 但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固本培圆 他怎么就更专注在男士身上了呢 其实在中医上面 他跟补气养血一样 都是养生保健的一个重要的方法 但是里面各有侧重 无论是男女 其实都需要补气养血 也需要固本培圆 这两者实际上没有绝对的男女之分 只是因为女性这种特殊的生理特点 她要经历精、孕、胎、禅等等特殊的时期 那对气血的消耗就会更大 所以更容易出现气血不足的情况 这时候重点补气养血 比较容易能看到效果 而男士因为工作事业的压力 更容易劳神劳力 损耗精气、损耗元气 同时男士也会更加重视肾功能方面的健康问题 所以这个顾本培圆 对于男士来说就更为合适 更为重要了 那我们为什么要在开篇就跟大家分享这个呢 是因为今天大家会发现 我们身边有很多消费者 他在对于选择这些养生保健的方法的时候 都会特别重视于分人群了 那有了这样子的区分之后呢 大家以后在面对不同的人群 想要选择推荐更适合咱们伙伴的汉方的时候 就更简单了 假设说坐在咱们前面的是一个女士 那咱们可以重点讲讲补气养血 而如果是男士的话 咱们就可以重点讲讲顾本培圆了 好了 那这个呢跟大家讲清楚了之后 那在正式介绍咱们的这个配方 以及科研数据之前 妙妙老师其实特别想跟大家先来分享 咱们身边什么样的人 会特别需要顾本培圆呢 首先呢就是圣经亏虚的人 那一提到圣虚 我估计啊 很多人马上就会想到孕育的问题 生殖的问题 也能想到跟性功能相关的一些健康问题 因为都知道 这个圣经啊 它不光是我们全身五脏六腑健康的基础 它更决定了我们的生殖 生长以及发育问题 那当然这些是比较隐私的问题 如果不是特别亲密的关系 估计啊也比较难去沟通和发现 但是呢 圣经不足啊 它对我们健康的影响还有很多 而且啊表现在全身各处 但要说啊 有什么是大家比较容易去发现的 那我跟大家总结的来讲 就有三个地方 第一就是腰 第二就是眼 那主要就是眼睛周围的这个肤色 皮肤的颜色 第三就是发 也就是我们的头发 首先呢我们来看第一个腰 其实呢从解剖来说 肾的位置就在腰的这两侧 左右各一个 当然如果说更形象一点 就是大家平时吃的这个腰子 它其实就是肾 所以呢中医有句老话叫做 腰为肾之福 那圣经亏虚的人啊 就有一个特别经典的表现 就是特别容易腰酸 尤其是坐的时间久了 累的时候就会不自觉的把这个腰啊 垂一垂捏一捏 甚至呢很多年纪大了以后 容易弯腰驼背 那在现代理解来说 可能是因为你长期的坐姿引起的 但在中医看来呢 这其实也跟年龄增长 带来的这种肾气逐渐亏虚 有一定的关系 那再来第二个就是眼 很多人会问啊 妙妙老师 不是说肝开窍于目 眼睛的健康 反映的不是肝的健康吗 是的没错 这个眼球的部分 他的健康看的就是咱们肝脏的健康情况 但是呢眼睛周围的这个皮肤 也就是眼圈周围 它其实往往更容易反映出 我们肾的健康问题 当肾经不足的时候 就比较容易出现肤色偏黑 偏暗沉 而这个呢就更容易呈现在 眼圈周围的皮肤 出现黑眼圈的情况 当然也有些人会出现水肿的问题 最后呢就是头发 这个呢也是大家平时比较好去观察到的 所谓啊 肾其滑在发 所以呢大家一看一个人啊 头发比较干枯 两鬓发白 容易断 甚至啊已经发生了这种 斑突 顶突 甚至头发稀少的脱发掉发问题 那其实呢也要留意 这是不是在提醒我们肾经不足了呢 所以简单的来说呢 大家就可以通过这三个方面去观察 还有判断肾的一个健康问题 那给大家总结一下 第一个就是腰 第二眼主要就是黑眼圈 第三就是发 头发花白容易掉发的问题 除此之外呢 大家有没有听过这样一句老话 如果说一个人这个本源啊 顾户的特别好的话 那实际上他不会总想着要放纵 要找东西吃 也可以一直保持一个比较清醒的状态 但相反的 大家如果发现说一个人 他不容易抵制这个诱惑 整天容易被自己的欲望牵着走 甚至啊都不需要有任何外界的因素 自己就总想着要放纵要享乐 那这是不是也反映出 肾经不足的问题呢 还有的人呢 一天到晚这个嘴巴就没闲住 明明呢肚子也不饿 但就想找个零食来吃 嗑个瓜子喝个饮料 这也想吃那也想吃 当然咱们有可能会说他是嘴馋了 其实呢 这是不是也可能是因为 身体的阳气不足 咱本能的就想要来补一补呢 那再说到这个神 如果一个人元气 元神都特别充旺的时候 也不会总想着要睡觉的 不至于经常犯困打瞌睡 所以大家您一看这个人啊 他都没到睡觉的点 但这两个眼皮就已经不停地打架了 是不是也说明着神不足了呢 这些啊都是大家从日常生活中 可以去观察到的需要顾本培圆的蛛丝马迹了 另外呢 关于肾气不足还会有什么健康问题 张旭老师啊在营养基础班 银杏与肉从容这节课里面也有给大家详细的介绍 那包括夜尿频多脑功能减退 手脚冰冷等等 那我们在这里呢就不多说了 那这时候可能也有人会问 那这个顾本培圆有没有一个年龄的划分 咱要等到什么时候开始才需要来顾本培圆呢 关于这个问题呢 确实在中医理论里面 对于这个圣经的增长跟衰减的规律 有一个年龄划分的说法 皇帝内经里面就说了 男子以八为数 就是说啊 每长八岁就可能要进入人生的另外一个阶段 那从出生的时候开始 他的圣经就慢慢的充旺 到了16岁的时候 开始出现了精气溢泻 那性器官就会成熟 有了生育的能力 那之后呢会继续充旺 那到多少岁可以到达巅峰呢 内经里面也有记载 男子四八 筋骨龙肾 肌肉满壮 也就说在四八三十二岁的时候 这个年龄阶段 精气是最为充胜的时候 那之后就会开始走下坡路 那到了四十岁的时候 发垛齿搞 这头发也掉了 牙齿也出现问题了 各种欲望也减退了 那到了五十六岁的时候 体态也会变差 精子也会减少 有一句话就说了 难不过近八八 也就是说啊 到了六十四岁左右 基本上就没有了生育的能力 那当然有些人特别重视保养 做好了雇本培缘 他把圣经给保护好了 即便到了这个年龄 也还可以有升职的能力 那这个呢 就是在自然规律下 咱们身体本身的圣经 就会出现一个衰减 好 那回到刚刚的这个问题 我们是不是要等到这个特定的年龄 才来注重问题呢 大家看看 现在的这种生活节奏 精神压力大 加上熬夜 生活上的各种放纵过度 其实呢 妙妙老师想告诉大家 这些啊 都在加速我们圣经的消耗 所以大家您可以看到 咱们身边有很多人 基本上都处于提前透支的状态 在这里呢 也要特别提醒大家 就千万别以为 雇本培缘这件事情 得过了某个年龄之后 才来重视 大家您就记住了 只要身体出现 前面提到的这些 精气神不足的迹象 或者说我们的生活 确实有过牢 过耗的这种情况 那就要趁早赶紧补起来了 那好了 现在大家都有这个意识了 那我们就来说说 怎样才能做到雇本培缘 首先啊 肯定就是要顾悟好圣经 那中医有句话就说了 圣主藏经为先天之本 不管是先天父母给的经 还是咱们后天饮食 补充进来的水谷精微 也就是咱们平时所说的 这些营养素 它其实呢 都需要储存在圣里面 在圣里面藏着了 所以其实您看 这个圣啊 它就相当于一个存钱的保险箱 那顾悟好圣经呢 除了平时大家通过 不断地补充营养 往里面存钱之外 咱们还得不断地去 加固圣本身的功能 当然了 现在大家去药店也会发现 有各种各样的药物 说可以帮助提升 男性某方面的功能 让这个功能表现得更好 但是咱们得知道 如果它用的这种方法 是把存好的这个圣经 直接给透支出来 强行地在这个保险箱里面 把存的钱超额提取出来的话 大家想想 这种方式能维持多久啊 所以呢 在这里也特别想提醒大家 咱们中医养生啊 要保养更加重视节制的问题 很多人就会说 那我今天这都补了 那我是不是可以撒开了 放肆了呢 首先 这样子的理念 一样是不健康的 咱们在做好开源之后 一样是要注重节流的 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 才能够让我们离 油镜灯窟更远一点 那除了益胜固金之外啊 我们的身体的本源 其实它更包含着阳气和元神 中医就说了 如果说啊 这个圣经 它决定的是基础 那阳气 其实就是一种动力 那包括大小便 经验 其实它都需要 气的一个参与 一方面呢 是推动 另一方面就是固设了 收放自如 这样才是真正的阴阳平衡 而神呢 它对我们肢体来说 它其实是起着一个调控的作用 所谓神权则行权 而无病可长生 所以啊 在中医养生里面 非常的重视养神调神 所以呢 总的来说 顾本培元首要任务 就是把肾给养好了 当然如果说先天条件好 再加上后天的努力 那自然是好了 如果说先天本身就不足了 那后天就更需要持续的去补充 好好的保护了 这样才能做到益胜固经 同时再搭配上 补气助阳的 养神补虚的 做到三管七下 这样才能实现阴阳同补 更全面的去补足精气神 那在我们这个顾本培元方里面呢 益胜固经的方面 我们选用的是三大黑色的果实 桑胜 黑枸杞 和腹盆子 它们都是入肾经的 那这里面呢 桑胜滋润 可以滋肝肾而固经 还能清虚火 而腹盆子呢 它可以起到一个固经缩尿的作用 那在临床上啊 经常用在了尿瓶 遗尿 遗经滑经的问题上 而黑枸杞呢 它也是起到一个滋补肝肾 易经强壮的作用 这三者结合起来 它更偏于补肾经 补肾阴 而在补气助阳的方面呢 人参大补元气 相信大家已经非常熟悉了 这时候再搭配上肉桂 就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 补火助阳的作用 那对于一些阳气不足的 有阳尾公寒的这些问题 可以有一个很好的调补作用 那再加入黄金和杜仲雄花 那可以起到一个补须安神的作用 黄金呢 可以羊血补须 滋胜田金 对于肾虚金亏导致的这种 腰稀酸软 虚发藻白的问题 可以有一个很好的改善作用 而杜仲雄花 可能很多人不熟悉 但大家要知道 杜仲可是堪称植物活化石的 它在地球上已经有几万年的历史了 在中医看来 它有着补肝肾 强筋骨的作用 而现代呢 很多研究也发现了 这个杜仲雄花还有安心神的作用 这样七味药材啊 通过科学的配舞 阴阳平补 药性平和 平时呢 大家长期的去规律补充 也不需要有顾虑 它可以更好的帮助大家 达到强生健体的养生作用 可能啊 有人也会问 我自己买回来这些药材 把它煮成养生茶 也一样有作用吗 这里呢 妙妙老师就想特别提醒大家 这里面啊 咱们要留意两个问题 一呢 是药材用量搭配上的选择 第二呢 是中药材的选择上 这里面中药材啊 咱们一定要选注重品质的 比如说像道地药材 它的有效成分就更高 品质更好 而且还要选那些 种植环境好的 远离污染的 确保没有重金属和农药残留的 这样子的药材 才能用得更加的放心 所以大家想 如果要是有人 都帮我们根据科学的比例 去搭配好药材 还用现代的方法 去把里面的有效成分 给萃取出来 这样能让我们随时随地就喝 不是更方便 更省事 更容易养成养生的好习惯吗 而且呢 从现代的角度 我们的科学家啊 还对这个配方 进行了一系列的实验验证 来证明了 通过固本培圆方 可以有三大健康作用 一是提升精力 二是增强免疫 三是养护神经 首先我们来看看第一个 提升精力 大家先看左边这张图 这个呢是对实验动物运动耐力的一个测定 左边的这个柱子 它表示的是疲劳状态下 实验动物它的一个运动距离 那右边的这个柱子呢 它表示的是用了固本培圆方以后 它的一个实际的运动距离 那对比观察我们就会发现 右边的这个呢跑得更远 多跑了76% 接近了左边的这个两倍 那这个呢就说明了 实验动物它的耐力变得更强了 没有那么容易疲劳 没有那么容易累了 所以这就证明了 用了固本培圆方之后 可以起到一个有效抗疲劳的作用 我们再来看右边的这一对图片 这个呢是实验动物的一个肌肉组织的横截面 那我们来看左边的这个是对照组 它的一个肌肉呢 是处在一个损伤的状态下的 大家看到这些红色的呢 实际上就是我们肌肉的一个线条 那白色的是什么呢 白色的是一些气泡或者脂肪 那它的肌肉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下呢 这样子大家可以看到 非常的松散凌乱 而且线条不清晰 那我们再来看看右边的这个实验组 发现啊用了固本培圆方以后 它的一个肌肉线条相比于左边 就更为紧实 致密 而且明显的线条更为清晰了 那这个呢就证明了 用完固本培圆方之后 可以有效的保护好肌肉 让肌肉的状态更好 那不就我们身体表现得更为健壮 精力更加的充胜吗 我们啊再来看第二组实验 关于验证增强免疫的作用 那为什么这里要验证免疫的功能提升呢 这其实呢跟我们以前给大家讲到的 中医所讲的这个气 阳气 正气 胃气 其实呢它有一个重要的功能 就是帮我们去抵御外邪 提升身体的一个抵抗能力 那在这个现代来说 它就是等同于免疫力了 所以大家来看这两组图哈 我们呢用荧光标记出来 两种不同的免疫细胞 如果这个光呢亮度越强 表示免疫细胞的数量也就越多 那大家可以看到 在外界的一个刺激下 没有用固本培圆方的这一组 免疫细胞不管是一还是二 它的荧光亮度都很弱 那就表示了免疫细胞数量少 大家也可以直接理解为 它的免疫功能自然表现就比较差了 那用上了固本培圆方以后呢 免疫的细胞开始增值 所以呢它的一个亮度 也有大幅度的一个提升了 那第一种的免疫细胞 提升到了90%的水平 第二种免疫细胞呢 更是提升到了105%的水平 那这个就表示了固本培圆方 它可以显著增强这个机体的免疫力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第三个实验 关于养护神经方面的作用 那我们也来看看固本培圆方 它对于中枢神经的保护作用怎么样 那说到这呢 妙妙老师要先跟大家提醒一下 大家可能以为说 我们全身的细胞它都是不断的在再生跟更新的 但实际上呢 我们人的中枢神经细胞是不能再生的 它不像皮肤细胞 它会不断的有新的细胞去长出来 那在中枢神经细胞里面 当我们成年了以后 它就不会继续持续的增长 它一旦凋亡了之后 那就是没有了 所以说中枢神经的保护是非常重要的 在这个实验里面啊 我们用荧光标记了已经凋亡的中枢神经细胞 那大家可以看到 对照组呢 在没有用固本培认方的情况下 它的荧光比较亮 其实呢 这里要提醒大家 荧光比较亮 说明的反而是中枢神经细胞受损比较严重 但是在用了固本培认方以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一个荧光明显要弱很多 那这个呢 说明的就是固本培认方 可以减少中枢神经细胞的凋亡 起到一个养护神经的作用 所以啊 通过以上的现代科学的实验验证 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样子一个科学搭配 浓缩精粹的固本培认方 可以给我们带来这三大健康作用 提升精力 增强免疫 以及养护神经 那在传统中医智慧的基础上呢 我们的科学家还特意针对男性人群 为里面添加了两种现代的营养素 那就是番茄红素以及心 那这里面呢 番茄红素可以抗氧化 它呢 对于男性的前列腺健康 有特别好的重要的保健作用 而心这个元素 除了大家过往非常熟悉的 可以改善食欲的作用之外 它还可以维持精子的一个活力 好了 那大家看到 我们甄选出来的这些固本培圆中药材 再加上番茄红素和心 九大营养 帮您补足精气神 重回好状态 可能听到这 有一些女士听完了固本培圆方 尤其是里面有一些原料 像杜仲雄花还有番茄红素 第一个反应可能就会问了 那这里面主要是针对男性的 会不会我们女性不能吃呢 其实啊 我告诉大家 女性呢 其实一样有这种精气神耗损的问题 那当然是可以通过固本培圆的方式来解决的 而且呢 番茄红素还有心以及杜仲雄花 对于女性来说 一样有着它的健康作用 比如说番茄红素 它对女性来说可以抗氧化 提升免疫力 而杜仲雄花对于女性来说 一样可以起到安心神的作用 好了 那我们讲了这些 大家可能也会问 那我们在生活里面 什么时候用到固本培圆 它跟我们很多其他的这种营养素 可以怎么来搭配使用呢 那对于腰酸健旺的人来说 可能会更想要强化这种补肾的作用 那就可以通过这样子的九大营养 固本培圆 再搭配上我们的银杏 肉从容等等 来起到一个益圣固精 温补肾阳的作用 这样可以固肾强妖 甜精益髓 那大家可能会好奇说 肉从容它是温补肾阳的 那现在有了固本培圆 它也是一个补肾的作用 那它们有什么区别吗 妙妙老师在这里 给大家简单的区分一下 这个肉从容呢 它更重视的是温补肾阳 而这个固本培圆呢 它是既补肾精 又补阳气 又能安心神 三者同补 所以说如果您对补肾的需求更强 那这两个加在一起 不就可以让肾功能更加的充足吗 再有呢 很多人在为了工作和生活打拼的时候 往往也容易出现肝肾两虚的问题 那在《黄帝内经》里面就说了肝肾同源 也就是说肝和肾 它们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影响 所以呢 特别建议大家 在这种压力大 经常要应酬 那如果觉得有肝肾两虚的情况下呢 最好就是 顾本培圆 加上护肝 以及B族维生素 一起达到肝肾同样的作用 能够帮我们更好的来应对生活以及工作的压力 而对于熬夜或者睡眠不好的人呢 往往容易出现第二天精神比较差的问题 所以呢 也建议大家 可以选择晚上的时候 用睡眠片来提升大家的睡眠质量 那早上呢 再用上顾本培圆 让精气神满满一整天 再来啊 还有的人偶尔跟朋友聚餐 喝点小酒 或者自己想小酌一杯的时候 总担心这个喝酒啊 伤胃伤肝 而且第二天起来精神还不好 那像这种时候呢 就特别建议大家 可以用上顾本培圆 搭配着保卫 护肝 以及B族维生素 来做到小酌不耽误 健康也呵护 最后啊 妙妙老师也想特别提醒大家 健康的生活方式也非常的重要 咱们啊 既要开圆 也要节流 想要持续的保持精气神十足的话 那再做好顾本培圆 重视营养素的补充的同时 也要做到起居有偿 养成良好的一个作息习惯 最后呢 祝愿大家都能够收获健康满满的人生 那今天 妙妙老师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